一个反向维圈 这个一定要熟悉 反过来就对了 然后另外就insert跟delete 但是如果你裂高要增加的话 比如insert之后 那个裂高固定 你可以把它调高 调多高50 50多高其实就是大概是这样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这样拉这边一下 你会看到那个数字 50大概这么高 不过就大概而已 50 很难抓 大概这样子 所以那个数字怎么来的 你可以自己再去斟酌一下 50 很难抓到一模一样 不然按右近 我记得好像有裂高 你可以自己再填一下50 50这样子 如果以后你希望调多高 自己先确定一下 然后把它变更 加一个rohide 等于多少 它就自动 插入一列之后 再去调整那一列的列高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我做了两个按钮 不过这两个按钮 是复制上面来做的 就是插入空白列 不过做之前 我建议 你就先控制键按住 拖拉一下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有些 应该没有做 没有做的话 就麻烦了 因为VBA是没办法控制自己复原的 所以你刚刚做错了 你就要重来了 OK 所以这个 OK 那当然 切记 有时候练习的时候 就是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 我们来做一次 试一下 插入空白列 没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插入空白列 后面东西不见 有没有 刚刚的东西 奇怪 刚本来是应该会延续下面的 不过我刚刚有试做一下 把那个拿掉了 OK 这个第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 删除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 不过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旁边按你会变形 那未来如果说你今天 要把它先删除 恢复 如果你今天假设不希望这个变形 我刚刚有讲过吧 有吗 没有 OK 你可以怎么样 先按右键 再点旁边一下 然后按Ctrl键 去选其他的 很简单按右键 这边有个什么 物键格式 反正就是一个油漆桶 里面的话你找到一个什么 叫做摘要资讯 就这里 OK 就是按右键有个油漆桶 里面有摘要资讯 把它改一下 大小位置 不要随着出称格改变 预设是会改变 把它改成这个 不要改变 OK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所以记得 就是按右键 把这边按右键 那个 那个什么物键格式 改这个 这样子他就不会变形 就完成了 不需要写任何层次 设定一下都OK了 按确定 记得 按右键选取 在点旁边 再按Ctrl键点 这样子 按右键 物键格式 在这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其他 这边还有改 这个里面的字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太小 你可以自己改 对齐也可以改 大小 保护啊什么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可以变更 好那改完之后 我们试一下 插入空白裂 你会发现 有没有变形 没有变形 三足空白裂 一也不会变形 OK 所以第一个 刚刚的问题一 问题二呢 插入空白裂 我刚刚是写了这一行 这一行 这个我把它拿掉 加一行就好 所以你 应该比想象中简单 只是说你要写对 所以程式真的有的时候 你想错方向 你会写一大堆 当然解决问题还是一样 可是很麻烦 所以尽量 你想程式尽量 就是想那个 比较 不用写太多 然后又很简单的写法 我就是尽量就写这样 所以你会不然程式 我都没有很多行 而且每一行 应该都很简洁二药吧 OK 不过这也是需要一点功力的 OK 就是可能你要想过 各式各样的方法之后 最后觉得 原来那一种是最好的 OK 也就是可能每一本书 我都全部把它翻过了 我每一个看一下 大家都怎么解 最后发现 我要想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因为博览群书之后 最后的结论 所以我就把结论告诉你就好了 OK 你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 也许 假设你以前要学习的话 就从头到尾读完之后 可能最后一时间放弃了 OK 因为太多了 真的太困难了 读那么多 最后结果 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挑 我就告诉你 用这个方法 那怎么做 方法二的话 我们刚刚走 音色 我这个还没做 它会怎么样 会插入一列之后 它的下方 就会延续它上面的格式 所以我们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其实我想到的方法 当然如果你要 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它插入一列之后的话 就把它那一列 底下的一整个范围 把它底色全部变成没有 底色变没有前面讲过 Intel.color等于什么 XlNum就好了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对不对 那只是程式要怎么写 OK 思考方式 我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写程式的方法 我先把它还原 你可以这样子 就是说你实在不会写的话 你可以有个方法 像我的习惯 我就把游标 就是先让它停在这边 然后让它跑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先让它跑 那个插入第一个看看 然后按F8先跑一个 它已经跑出了一个 但是我今天希望把 这一个的底色变没有 底色变没有其实就是 这边应该有个系统 应该是这样 变无填满 就这个动作 只是说在我们VBA里面怎么写这一行叙述 其实我刚刚讲的 所以这一列的话呢 就33列 所以我们写法这样 就是在它的下面就是Range 它是一个范围 从哪个范围呢 从A的33到哪里呢 到那个应该是L吧 这L L的33 那我要怎么样呢 把它的底色点Inter 有没有 的颜色点Color 变成没有就等于XL none 这样子 None 少一个e ok 当然打小写 一开变大写 对 它第一个字变大写 ok 好 那但是问题来了 我下一次呢 就不是33了 那我应该跟着哪一个改 跟着I 所以呢 你再去改I也可以 那I的话 其实这边刚好两种都有 一个在中间 一个在后面 所以刚刚那两种写法又复习一遍 中间这个应该会 你闭着眼睛 我应该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中间 这个应该打熟了 我想你不会错了 只是说呢 在最右边的话 刚才讲嘛 把这删掉 空一个and 空一个i 所以如果在最右边你就记 空一个and 空一个i 这样子 ok 把它记一个口诀算 不然的话你暂时想不清 大概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先背口诀算了 所以以前我们在学那个九九成八表的时候 老师说你先背起来 我们小学好像小一小二就开始背了嘛 可是为什么根本不知道 可是背完之后慢慢就知道了 对 原来是长大就知道了 那我不一定是这样想 只是我觉得如果你暂时你还没有到那个功力的时候 反正你就先记口诀算了 否则的话这个要一下子马上理解还有点困 要把游标移上去 把它怎么样 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它下面这个地方 一整个全部的底色全部不见 拿以此类推 其他的话呢 就是在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中间得拿掉 有没有 每一个每一个 全部就干干净净的 有没有 所以第二个问题 ok 所以呢这边的话补充 第一个哦 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把那个这个不要变形的话 按右键这个把摘要资讯改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下面增加插入列的地方删掉不用 加一个这个叙述 ok 这个应该可以 可以吧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可以插入列 可以删除列 然后会衍生两个问题 一个是出生格 对吧 那个按钮会变形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那个它的底色要把它去掉 哦 好 好 好